觀眾朋友在這次二選區最大的三個票倉 麻豆 善化 家裡 家裡其實才是最大的 這個去這個青龍宮這個地方 青龍宮好幾百年 家裡大概六萬人 然後善化跟這個麻豆 大概都四點六四點四萬 加起來就十六萬 那整個二選區三十萬人 他就超過一半了 所以謝龍介他很聰明的 他在最後一個超級星期六 他找來最大咖去掃最大票倉 然後人整個爆出來以後 媒體也到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再加上民眾會被感覺就說 最近賴清德跟郭文來的時候 我也有看到 今天來的時候 像我們昨天這個圖 這就是實況 這也沒辦法造假的 除了下面這兩張是造勢會場的人 爆成這樣 青龍宮是這樣 然後從這兩個廟之間 到上臺之前有一個掃接 掃接的時候後面都是車 那這些家裡的台南鄉親 他看到了 我這麼嚇人家的人是這樣 他就會覺得什麼 他覺得這兩個已經贏了 所以他對於這個投票的意向 那同樣的 他會壓抑民進黨的支持者 雖然說民進黨支持者最後也 白虎湯灌下去 郭國文請了阿扁錄了個VCR 那這點的話很簡單 觀眾朋友 因為郭國文他基本上也是這個 就是什麼當什麼醫 今天陳曉鈺他是特色阿扁 所以我就找阿扁 今天謝龍介是學韓國瑜去賣魚賣菜 那我就跟他講我是鳳梨之子 我也賣魚賣菜 所以就是他強的我也學 他強的我也學 可是最後呢 最後拿麥克風的還是賴清德 所以這個以我來看的話 台南這一局基本上已經是定了 已經定局了 我們不能講民調 可是我們可以做這個政治分析嘛 從這個角度看起來已經定了 並不只是因為韓流到台南 也不只是因為民眾想要政黨輪替 連立委也要政黨輪替嘛 之外最重要一點是 這樣子的一個超級星期六的氣勢之後呢 讓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也很清楚就是說 出來倒票嘛 所以我覺得會影響到 他最後的衝擊